接下来孟正老师要将解释 第六题 第二题要说 1加x平方加上1加x平方的平方 再加1加x平方 3次方直到24次方加起来 展开式里面 x6次方的西数等于多少 那既然它是一个等比奇数 总和会算 公式在这里 前人下总和 r减1分至首下直上 rn次方减1 所以这个总和应该等多少 r 先行是共识 r减1分至首相 rn次方减1 在这边r是多少 1加x平方 首相 1加x平方 rn次方 r4 r3 r4 r4 就像20的倒水 這一頂的其實是20 S20 241-1 那這邊有沒有0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接著你還可以繼續把它 稍微做掛解一下1-1 就消掉了嗎 所以分譜就是X-8 然後這個把它乘進去呢 就會得到是1加X-8的21次8 然後這個才會把它乘過來離 就解釋一下1加X-8 那這邊有問題 沒有 那要求就是求這整個的 求這整個的 S20的 X-60來吸取 對啊 就這一個 X-6次方的係數 可是你發現它分5是X平方 那你要求這全部的X-6次方的係數 就相當於求上面的多少次的係數 8次的係數 對不對 所以那就是等於求上面的 1加X平方的21次方 減掉 1加X平方的 X-8次的係數 是不是這樣 那這邊有沒有問題 那沒有問題 那這裡有沒有8次呢 沒有 所以 要求X-8次 其實這裡算一算就好了 跟這個不會有關係吧 因為這裡根本沒有8次了 會不會影響它8次的係數 不會 不會 不會的話 所以這一個就不會有關係 這樣 了解嗎 所以其實就變成 求這一個 X-8次的係數 好 那求這一個 X-8次的係數 你就會 又回到了 A加B 摸號的 N之方 有展開式 那現在的N就是21 所以它展開應該是 C 21 0 然後C21 1 一直下去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來寫一下 所以這個 它的一般是 一般向 一般向 就是C21k 然後呢 這兩個看你的上面 誰要跟他一樣都可以 那因為你這裡是 1跟X平方 那是 1 2 2